请 廖庆 做好准备 请开始你的大秀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 让它牵引你的梦 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 已汲取你的笑容 红红心中蓝蓝的天 是个生命的开始 春雨不眠隔夜的 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让青春娇艳的花朵 展开了深藏的红颜 飞去飞来的半天的飞墟 是幻想你的笑脸 秋来春去红尘中 谁在宿命里安排 冰雪不雨寒夜的你 那难隐藏的光彩 看我看一眼 花朵让红颜首空枕 青春无悔不死 永远的爱人 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 写下永久的回忆 飘去飘来的笔迹 是深藏的激情 你的幸运 前程后世轮回中 谁在声音里徘徊 痴情笑我反诉 对人是重安皆的关怀 在声音里徘徊 在声音里徘徊 与你徘徊 在声音里徊 看我看一眼 把莫让红颜色无空尘 青春无悔不死 永远的爱人 让青春只懂了你的长发 让它牵引你的梦 不知不觉这城市能历史 寄取你的笑容 红红心中蓝蓝天 是个生命的开始 身体不眠隔夜的你曾空渡眠的日子 身体不眠隔夜的你曾空渡眠的日子 要听她那个台风的吻 每一次都让我们印象很深刻 维维你听完了什么感觉 她特别地投入 一直都在这个音乐当中 而且我感觉她对这个舞台 特别有敬畏之心 这个是我在欣赏她唱歌的 这个过程当中能体会到的 我这边写了我的评语是 这个耀庆的声音是非常理性 而且很知性的声音 但是她唱的是个充满情感的歌曲 所以她就会产生一种 很特殊的距离美 感觉起来就是个书声 而且是一板一眼 而且现在理工科的书声 但是呢 一字一句 很严肃地把它唱完 这种严肃的背后 你产生了一种 很强烈的深情在里面 但是有一点点美中不足的 不在你 在于干冰 因为那个角度 刚好在我们的鼻子 那边一直过来 就其实全部被干冰 你太小来了 我们每次都这样 我们都是这样的 你就把它当作来泡温泉就好了 是啊 雨哥你经常来就习惯了 对 娇哥呢 感觉怎么样 这个歌本身就跨界 最早罗大佑写给电影《天若有情》 可是后来呢 变凤飞飞有一个版本 改叫《追梦人》就这个版本 结果隔了几年雪山飞湖呢 《两岸三地》第一次合作电视剧 又把它拿来当主题歌 所以这个歌很厉害 它是影视 歌三个领域 都来合作过交流过的歌 所以你选这个歌太棒 是跨界中的跨界 而且娇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在那个年代 有很多台湾的音乐创作者 他们都会去跨界和电影 或者是和电视剧来合作 对啊 创作了很多大家伙非常熟悉的歌曲 对吧 是 这个耀青应该也很有印象吧 因为应该很早就关注那些影视明星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很后来才出道的 还没有出道以前嘛 不用强调你很后来才出道好不好 你也四十好几了想骗谁啊 就是说你很小的时候 有没有听过那些前辈们的演唱 对对对对 凤飞飞其实当年她最有名的 其实她的外号叫做帽子歌后 因为她总是戴个帽子 然后她最有名的动作是 然后她最有名的动作是 感谢你 感谢你 很可爱啊 除了凤飞飞之外还有谁那个年代 还有很多像那个时代台湾有一位歌手 叫做青蛙王子高凌峰 如果提到青蛙王子高凌峰 不能不提到她的一首歌叫做 冬天里的一把火 对 来 老师我们请一下 谢谢 哦 有备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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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火 你把火 你把火又温暖了我的心窝 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 火光照亮了我 你的大眼睛 明亮又闪烁 彷彿天上星星最亮的一刻 你就像那一把火 熊熊火焰灌了我 再来 你就像那一把火 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当时呢因为这个 真的真的就是这样 每次台上高大哥要这样的时候 我们也都准备了一个 全场一起特别好玩 但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台湾歌手 也非常非常的有名 但是现在可能我们很多人不知道他的消息了 就是刘文正老师 他说到的是白马王子 刘文正 不特别帅 穿一个西装 然后戴一个帽子 然后一个白纸的围巾 有的 什么都有 要啥有啥 哎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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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啥 要啥 小姐 小姐 真的还蛮像的 真的就有一种巨星放人 奇怪 小雨 随风飘 小溪 随便流 就是背心吧 是啊 谢谢 这是风飞飞 刘文正的咬字比较重 3月里的小雨息 哩哩哩哩 哩哩哩哩 哩哩哩哩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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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较类似這樣 对 但是我在想就是 可能同一个年代的人 对那一代的台湾的经典歌手 是特别有感受的 不是 我是因为研究了 我并不是同一个年代 但是你跟像韩东军啊 王天晨啊 一定不是一个年代的 我没说错吧 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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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了 跪了 床小啊 你看 在同一期里面 其实还有一位歌手 姜玉恒大哥 姜玉恒大哥 姜玉恒大哥最有名的就是 《再回首》跟《易董的心》 但是呢 他有唱一首《在雨中》 是刘家昌老师的歌 这首歌呢 我先请薇薇跟我一起合唱 好吗 表演唱啊 刚刚 刚刚薇薇哥 一直在表演唱 我觉得 哎呦 哎呦 有 姜玉恒是什么王子 大家知道吗 有 姜玉恒啊 忧郁王子 忧郁王子 忧郁是吧 你 我要 《在雨中》 《我送过你》 《在夜里》 我吻过你 在春天我拥有你 在冬季我离开你 有香菌也有风铃 人生本来是一场戏 有欢笑也有孤寂 不知谁能谁能躲得过去 你说人生眼里我没有意义 你说人生犹豫我如言 走了 只有默默地牵手这一切 牵手数不清的是个动静 动静 我想问问你刚才甩他那一下是什么意思 就是苦情 忧郁 这首歌其实非常有趣 这首歌是所有晚会里面最喜欢用的 有的时候歌只会来不及倒唱 就用这首歌来电唱 因为这首歌它可以唱不完 然后你就都唱完了 你说人生眼里我没有意义 来了没有 你说人生犹豫我不愿意 到底来了没有 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 只能数不清地唇来动去 你说人生眼里我 这首歌可以唱个十五分钟左右 还好今天我们都来了 要不今天唱不完了 谢谢薇薇 谢谢 谢谢 真的要谢谢 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回顾了那个特别经典的音乐年代 我们很多人的记忆都在其中 那其实药庆哥一直非常的努力 不仅仅是在我们看到的影视领域 也不仅仅是在音乐领域 他在舞台上也一直非常非常的努力 一直在坚持舞台的表演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啊 在舞台剧方面 其实接下来在年底的时候 我会跟张爱佳小姐 带着林一华导演的作品《聊斋》 开始在内地十一个城市巡回 能够跟张爱佳小姐合作 也是非常荣幸的一种缘分 她真的是多才多艺 她身兼歌手导演编剧 我始终想要在跟她演舞台剧的时候 在羡慕的时候 拱她唱她的成名曲 但是每次都没有机会 爱的代价 相信大家都会唱对不对 一起唱吗 我们跟着你一起唱 几句 来 她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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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的唱歌 她唱歌 走吧 走吧 人生難免經歷不同掙扎 走吧 走吧 為自己的心找一個家 也曾傷心流淚 也曾黯然心碎 這是愛的代價 謝謝 經典的旋律將會永遠永恆 接下來就是我們現場的 301位觀眾為你投票的時間了 如果你們支持王耀慶的話 暗紅色件 不支持暗黃色件 我們一起來看最後的結果 那現在耀慶的成績已經實時傳送到了我的耳機裡 耀慶的票數是 263票 目前戰列第二 那現在小彤很危險 對 小彤很危險 小彤很危險 這完全要取決於下一位選手的表現 但是現在看起來就是那邊變得很擁擠了 這邊寬敞了很多 就特別特別像歐哥的後排座椅一樣 就是那麼的寬敞 想躺著都可以 這好棒 我家裡也想買一套 那接下來比賽還要繼續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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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第四位登場的歌手是 劉凱衛 加油 加油 凱衛 做好準備 請開始你的大秀 請開始你的大秀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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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